你一敲一敲一敲 我就是國寶級特有種 關物三郊魚 淡定哥的我再也淡定不了了 他其實是 平常動作 然後就是 然後慢慢的過他的生活的步調 其實我本身也是這樣 我是因為工作的需求 我鏡頭遇到我 我就人來瘋 我為了三郊魚 不惜粉身碎骨 大家都笑我是慢郎中 所以平常能不動就不動 有獵物經過我眼前才會抓來吃 可是我私底下也是很淡定 也是步調很慢 我寄一封信 可能要寄一個禮拜 就明明今天寫好了 覺得不是很重要 就放在旁邊 寄到對方的手裡 可能就已經 差了十萬八千 他遇到他的天敵 我本來要抓蛇了 哇 那麼大隻的蛇 他怎麼抵擋得了 死是邪靈蛇 又閃路頭人 我索性原地禁止不動 希望不要引起他的注意 同時舉起尾巴防禦 只是他似乎不想放過我 鏡咬了我 哇 看我射出大絕招 當然不是逞胸鬥痕那種叫有種 該是 你必須扛起責任的時候 你扛起來 我覺得這就特有種 你比如說取妻生殖啊 或者買房子啊 這些都是人生大事啊 我覺得就是 可能扛下來就把它負責任 櫻花鍋很貴是國寶魚 但是也很難看到 但是我真的有看到 很漂亮 還有台灣狗熊 其實台灣狗熊是很漂亮的 台灣黑熊 不是狗熊 好黑熊 以前出外景我到那個 司馬庫斯 那時候我遇到一個小孩子 是國小六年級 他帶著我們走林縣上山 好我們看完覺得風景很漂亮 就像小朋友六年級而已 都說趕快下山 40分鐘我們沒有到山下的話 台灣狗熊 台灣黑熊會 會來 會看到我們 會扶我們 黑熊黑熊 今年怎麼多了好多垃圾 臭死了 黑熊黑熊 哎呦哇 水怎麼那麼又黑又灼 感覺這種魚好像一生下來 遇到天災人禍 一下就走到生命的境遭 原生原滅這樣 感覺好像我們真的是要環境 不要再污染他們 因為他們這是比 櫻花勾很虧 還要寶貴的魚 那你到外面 你就不要隨便亂丟垃圾 把垃圾分類好 真的是要保護 愛護環境